生活指南 政策新規 趣事分享 旅遊貼士 還有什麼你想知道的? 美國零距離 網絡各類資訊 與你一起 資訊息 各位聽眾朋友你們好 你正在收聽的是由美國中文電台 AM1450為你帶來的 美國零距離節目 我是Yanny 最近 疫情走向結束的說法 越來越多 但最新的發現 Omicronia變體BF7 被各個國家帶來這麼多擔憂 現在亦有很多消息表示 新變體BF7 可能比BA5更具傳播性 或者會成為 下一個主導毒株 在一些國家 BF7現在佔新增病例的 25% 比如比利時 在德國、法國和丹麥 該變體的比例達到10% 此外 英國已經發現數百例 美國也在短短幾日內 迅速增加 增速已經超過美國追蹤其他所有變體 根據美國疾控中心的數據 這個國家 Omicron子變體BA5的感染率 有所下降 在8月達到巔峰的時候 BA5佔據美國新冠病例的87% 在不久之前 CDC估計 BA5的比率 只剩下83% 雖然下降幅度很小 但它已經穩定了大約一個月 與此同時 其他變體 比如BA4、6和BF7 它開始增加 BA4和6 是在BA5之後 最流行的變體 它造成近期約8至12的感染 BF7是BA5的一個分支 亦叫做BA5 2.1.7 在近期病例中率佔半支2.3 CDC首次跟蹤該變體 在9月上旬 當時又比例為半支1.7 現在 這兩個變體引起大家的關注 因為它們可能會逃避一種 關鍵抗體藥物所提供的保護 該藥物被稱為Eracial 用於保護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 CDC發言人表示 與BA5普是病毒相比 BF7的編碼 Spike蛋白的基因上 還有一個額外的遺傳變化 數據表示 這種特定的遺傳變化 可能會降低Eracial的功效 不過到目前為止 未有跡象表明疫苗或診斷檢測 能受到BF7的變體影響 雖然美國一直在推動針對 Omicon變體的新版CoVin疫苗 而講在秋季或冬季疫情激增前提供保護 新冠疫苗針對BA4和BA5 以及原始新冠病毒毒株 但專家警告稱 變體環境可能會迅速改變 財富雜誌表示 目前尚未清楚新版疫苗 對BF7變體的效果如何 也在上星期 世衛組織警告說 由於監測和檢測減減少 其追蹤新變體能力受到阻礙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 是負責數據完整性 和分析的醫學副主任表示 有人預測 CoVin將在明年復活節結束 但我認為CoVin不會很快消失 他分析了不同國家的變種增長 面對現在這種趨勢 醫學專家亦提醒各位民眾 還要注意自我防護 在必要時可以戴好口罩 並且保持安全的社交距離 近幾年 隨著航空業的壓力越來越大 旅客都在被取消的航班 升價的食品 減少的座位尺寸所困擾 在最新年度客戶滿意度調查中 JD Power對北美機場 從最佳到最差的六個關鍵因素 進行了排名 包括行站樓設施、起飛到達、取消行李、 安檢、登機和檢查行李、食品飲料、一集用品 結果發現 洛杉磯的兩個機場排名相當租高 Hollywood Burbank Airport 被評為北美最差的中型機場 得分只有763分 滿分是1000分 LAS Airport 在五大最高的大型機場中排名第三 得分只有753分 近60%的遊客認為機場太過湧跡 近四分之一的人會因為機場的價格過高 而避免購買食品和飲料 當然高昂的停車費和停車欄 也拉低了這些機場的總分 今年評選出北美最差的五個大型機場 第一是新澤西州紐瓦克自由國際機場 第二是芝加哥奧克爾國際機場 第三是洛杉磯國際機場 第四是波士頓洛根國際機場 第五是多倫多皮爾遜國際機場 全美最好的五個大型機場 第一是明尼蘇達州 明尼阿波利斯聖保羅國際機場 第二是舊金山國際機場 第三是底特律都會為恩怨機場 和約翰坑尼特國際機場 並列第三 第四是拉斯維加斯 哈里里德國際機場 第五是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國際機場 前段時間MegaMillion大獎 令到很多人發了一次富豪夢 最後大獎花諾伊利諾伊州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大獎得主卻遲遲未有露面 在經過兩個月的漫長等待 7月下旬 曾經中得13.37億美元頭獎的得主 終於現身了 據悉 本次有兩人共同來領獎 他們當時一起購買這張彩票 並發誓一旦中獎 將會評分獎金 但由於兩位中獎者希望保持匿名 彩票局官方沒有辦法 分享中獎者的任何消息 只能透露他們對自己起中頭獎 感到欣喜若狂 這兩個人在過去幾個星期 一直和專業法律和財務顧問合作 這也是他們生生來遲的原因 這張在伊利諾伊州 一座加油站出售的彩票 兩人已經同意一次性領走獎金 總額為7.905億現金 中獎號碼是 13、36、45、57、67、 MegaBall 14 這是美國史上第三高的彩票獎金 而它之所以累計這麼多 是因為自4月15日以來 一直都沒有人中大獎 如果能夠中大獎的話 相信大多數人都興奮不已 不過即使有些人中了大獎 但生活並沒有因為這樣而改變 Yanny亦和大家分享一些真實發生過的遺憾案例 2010年非法移民 何塞安東尼·富亞托克 在喬治購買了一張彩票 並獲得了75萬美元 但因為他是非法移民 他怕去領獎的時候被人查出來 然後遣返送回國 甚至取消他的獲獎資格 所以他將獲獎的彩票 交給了他的老闆Eric 並跟老闆約定 由老闆替他去領獎 但不幸的是事後反悔 老闆私吞了獎金 不過幸運的是2012年 法院在體國購買彩票監控錄像後 還將獎金還給富亞托克 所以如果你真的贏了彩票的話 一定要自己去領獎 而且記得請一個律師 我們可能有不小心 扔了一張支票 或者幾元的經歷 但一對夫婦 不小心將他們中獎的彩票扔了 一天夫婦兩 喬安黎和約室負責 去逛超市的時候 順便買了一張刮刮 回家後 他們兩個和往常一樣 將買來的東西放好 而那張彩票 被落在索料袋裡 他們隨手就扔了 但神奇的是 第二天他們想起 這張被扔了的彩票 然後去回垃圾桶 才找回來 這張彩票最終為責的米一家 贏得了100萬美金的大獎 所以在垃圾桶之前 一定要先確定有沒有重要的東西 買了彩票之後 一定要記得對獎 如果不是你可能會 好像伊利諾伊州的羅恩 尤克斯一樣 尤克斯在2012年8月份的時候 購買了一張彩票 然後就忘記了 直到三個月之後 他在整理書桌的時候才發現 沒有想到這張彩票 竟然中了100萬的巨獎 還是他發現了 因為彩票規定 如果180天之後 還沒有人來領獎的話 這樣中獎的彩票自動作廢 還有些人問題 不是中了獎有錢 就能夠解決 就好像加利福利亞的小約翰羅斯 在2001年齡被指控協助倒車 但羅斯在幾個月之前 剛剛贏得了200萬美金 在羅斯得知自己中獎後 表示第一件事 就是要給自己買一輛新車 因為29歲的他 從未擁有過一輛自己的汽車 但諷刺的是 中獎之後的三個月 他卻因為以前 協助偷車的犯罪行為 入了監獄 中彩票本來就是幸運之極 沒有人會想到 有人會把他們的獎金都賭出去 新澤西州的伊夫林 亞當斯在80年代先後 中了兩次彩票 這個已經夠幸運 但幸運也有限度 伊夫林贏得了540萬之後 又將他大部分的獎金都賭出去 但亞當斯對他的獎金並不自私 只要有人向他尋求幫助 他都會分一些自己的獎金給他們 中獎的人通常都會買房買車 出去旅遊或者做教育投資 但默克爾卡羅爾對他的1500萬美元的獎金 另有打算 在他中獎之後 他決定將他的新車開辦一次撞車大賽 所謂的撞車大賽 顧名思義 就是駕駛員開著改裝過的車 互相撞擊、剪壓 直到牆上只剩一輛可以跑的車 除此之外 卡羅爾還將他的獎金都浪費在毒品和美式上 當然不用多久他的獎金就敗光了 有些人堅持不懈 每個星期都會購買幾張彩票 就像加利福利亞的艾塔梅拉克特 他堅持購買了18年的彩票 最終他終於贏得了大獎 1500萬美元 在高興的時候 他將彩票給了他的兒子 希望他的兒子可以替他自己領獎 但他的兒子卻施吞了獎金 艾塔不得不將自己的兒子告上法庭 德克薩斯州的小比利、鮑勒克雷爾 在1997年的時候 贏得了3100萬的巨獎 小比利在之前做了很多投資 幫助他的家庭成員提高了生活質量 但他不僅是買房、買車、做磁線私業 幾個月之後他的開銷越來越大 就連他的家人和朋友 都說給利洗錢越來越大手腳 僅僅兩年之後 他就敗光了他的獎金 宣告破產 而這個巨大的落差 終於令他承受不住 選擇自殺 大多數的中獎者都會犯錯誤 是太相信身邊的人 威廉·波斯特也犯了相同的錯誤 他在1998年中了162萬美元之後 他的兄弟為了獨吞獎金 僱了一名殺手 試圖謀殺波斯特和他的太太 雖然謀殺沒有成功 他的兄弟也因此入了監獄 但他的生活並沒有一帆風順 他在2006年的時候去世 在去世之前 他不得不宣佈破產 他被迫付給他的房東50萬美元 而他投資的生意一個接一個倒閉 從這些小故事 大家亦會發現 有些時候 一筆意外之財 或者並不會帶來真正的好運 不過 有朝一日 如果成為那位幸運兒的話 大家要明智地使用意外之財 好了 以上就是今期 美國零距離節目的所有內容 多謝各位聽眾朋友收聽 我們下期同樣時間再見